因为遇见你播出后 最圈粉的莫过于孙姨邓伦 这对剧男美女组成的开心国CP了 两个人从小结缘 又在西平有一段懵懂的暧昧 最终在镇湖迎来开花结果 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知道 大结局剧情了 那么因为遇见你大结局是什么呢 张雨昕张果果结局怎么样呢 下面小编良心剧透一波 快来了解下吧 因为遇见你大结局剧情 提前剧透看着他们一路或甜甜蜜蜜 或偶尔闹别扭的观众 无不沉浸于这段没有外人插足 也没有家庭阻拦 顺从情感纹路 自然生长的美丽爱情中 在最新的剧情中 这段最美相遇 终于迎来绽放 为了让迟钝的果果早点接受自己 李云凯竟然一把扛起他来到小河边 从我们的关系是崭新的 到你面前优秀的男人 你不想珍惜吗 再到赤裸裸的一句我爱你 你愿意以结婚为前提 和我交往吗 云凯的告白三连击戳中屏幕前太多少女心 可果果却因为缺乏安全感迟迟不愿接受 爱情最美的阶段 便是这样的拉扯与进退 你后退 我就多跨一步 云凯一句你摊上是儿了 你就等着做我的女朋友吧 已然打动了果果的心 两人的恋情也顺理成章翻开了新的一页 开新国CP的神速进展最大的小功臣当属月童 张果果这个机灵又可爱的女儿 看出了妈妈和李云凯这个律师爸爸之间的甜蜜小火花 于是成了果果和云凯之间的小红娘 一边帮云凯的忙让果果已给自己买吃的为理由来到云凯准备的宴席上 一边又帮果果把云凯叫来参加亲子活动 一番配合下来 不仅果果和云凯的感情更进了一步 月童也和这个律师爸爸越发默契 一家三口在一起的画面扬眼又清新 当然 在美好的爱情之外 不让人省心的张雨昕还在继续搅局中 为了掌握金履格的大权 徐慧杰和张雨昕一起密谋破坏老秀长给歌唱家王美音制作的礼服 以自己设计的礼服取而代之 而另一边 老秀长找到果果帮忙一同制作礼服 于是果果和大伯母宋秀华两人也一起展开了设计工作 两队试图在女明星吴丽莎事件后再次隔空对决 平行蒙太极的剪辑也让这次对决显得超然 也让人更加期待 这次对决结果是徐慧杰和张雨昕阴谋得逞 还是宋秀华和张果果计高一筹呢 因为遇见你大结局良心剧透 据悉 电视剧因为遇见你和一部韩剧的剧情很是相像 所以能推测出这部剧的大结局 大概52集左右 张果果出门上街被一辆货车撞到 这才让果果忽然恢复了记忆 记起当年被王爱玉开车撞伤失去了记忆 原来自己就是金一辈 张雨昕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二嫁李云哲后 不小心流产 与陆思琛结过婚 生过孩子的事情 被李云哲听到 于是李云哲要求离婚 最后张雨昕的下场就是坐了三年牢 出来后亲生母亲王爱玉失忆不认识她了 女儿也不想认她 可谓是重判亲离 金一辈已经怀上了双胞胎 李云凯高兴不已 与月同一起抚摸金一辈度中的孩子 不久的将来 两个孩子即将诞生 李家将会增添两个新生命 金一辈历经曲折 苦尽甘来 终于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其实 影视剧中 从来不缺甜蜜的情侣 也不缺以悲剧结束的虐恋 但像因为遇见你中孙怡 邓伦两个人饰演的张果果 李云凯这样满心满眼只看着对方 不为任何外力所左右 坚定的与对方携手的CP 也是堪称清流 果果和云凯一路走来 始终坦诚对待彼此 一点点顺从自己的心意走向对方 当他们面对来自小秦的极度破坏时 果果选择了信任云凯 当他们面对来自律所和家庭的压力时 云凯选择放弃一切 站在果果身边 这样简单却难得的爱情 简直是CP界的业界良心 让人发自内心的愿意相信爱情 拥抱温暖 而因为遇见你的热播 从侧面上反映了观众对于电视剧 和剧中角色审美的趋势 已经有所变化 作为剧中灵魂中心角色的张果果 虽然看起来 还是传统女主角的设定善良 阳光 但她早已脱离了傻白甜的人设苛就 被欺负的时候不是一味忍让 而是在认清对方的险恶用心后奋起反击 被朋友质问 为什么要抢走云凯时 堂堂正正为自己的爱情辩护 面对机会牢牢把握 面对困难勇敢向上 宽容善良 但也坚守底线与原则 这样三观超正的女主角 自然也会得到观众的认可与掌声 张果果的积极向上 也让人对她养大的小月童更加没有抵抗力 果果大方温柔 月童调皮懂事 母女俩的相处温馨又和谐 随住云凯和果果关系的确定 小那童更是大大方方的直接喊云凯爸爸 面对爸爸喂的肉和妈妈喂的肉 要选哪一边的艰难问题 月童也是小脑瓜一转 轻松解决 月童吃妈妈喂的 妈妈吃爸爸喂的 充满童趣又真实自然的画面让人看得心里暖洋洋的 看来这三口之家不仅颜值超高更是正能量满满呢 这个顶不处 放下